曾志偉和錢家樂等擔任主持的綜藝節目 《講你都不信》 第一集戰況非常激烈 最終由江美怡、張斯文 和波波、黃靖玲組成的列女隊勝出 緊接著第二集就由森美、吳若熙 和麥美欣的森美旅行團隊來挑戰 畢竟森美你們都有丁智朗這個臥底 混入在主持當中 無論如何都會有好處 丁丁我什麼底 是啊 他什麼都表露在臉上 他忍不住 我們之前玩的那些遊戲表演 他永遠都是輸的 最沒用的臥底 如果說臥底就最沒用的臥底 討他就死了 不過Jeannie也沒有 你也很瘋狂 是啊 因為我人生歷練少 年紀比較小 年紀比較年輕 但是經常和人搞不和 可不可以說這些 不是 最出名的就是我第一次加入新美旅行團 誰就不明 我最不和就是左邊這個 所以我想要說瘋狂的事 我們三個都是一般的 不行 不行 你怎麼跟她說 約了 我們的對手 說美儀 美儀就是心不見底 你看前輩 有什麼沒見過 什麼沒做過 還有啵啵 她心口已經見過很多東西了 是不是很深的 真的 心美平時就口齒伶俐 轉數又快 但是原來有個人出現在她面前 她就會立即變成怕臭仔 這個人這次還要是心美的對手 我第一次在玩千奇百歲的時候 我看到美儀姐 千奇百歲 對 千奇百歲 是我的節目 我當時是小的 她有拿獎的 是 是 你才會拿獎的 是 然後那時候我第一次見到美儀姐 我只是心亂勃勃跳 我只是不懂得怎麼賺 我知道怎麼賺 我說美儀姐 你的鞋子很漂亮 你看她下面嗎 你不看她的樣子嗎 你很厲害 不敢抬頭看美儀姐 你怎麼看她下面 你怎麼亂說話 我沒見過你害羞 已經有弱點了 是啊 什麼弱點 叔叔看到美儀姐就脫脫了 是啊 糟了 大汗了 那時候我曾經去日本旅行的時候 我們一起拍攝的時候 跟美儀姐吃過餐飯 你忘記了嗎 是啊 是啊 你不在 那她有沒有臉紅 沒有 她沒有怎樣出口 我不敢說話 她真的在旁邊看見我們 然後又坐下 是啊 聽到森美豐自己做女神 兼且如早會輸 美儀姐立刻說說你也不相信 至於贏出第一集的功臣 波波說一定是美儀姐了 說你也不相信 真的在演唱會的時候 她說 我心裡說你這麼飽 你真是大事 我出來說她說 跟啊 你不說 是啊 說你也不相信 昨天說的時候 我真的想不到 蛤 真的不相信 啊 現在我們三個合得很好的了 是啊 我們現在要很配合大家的人物性格 去表達一個故事出來 其實我覺得你猜不猜得對呢 是其次 我覺得是我們現在在訓練大家 在怎樣去說故事出來 去令到別人覺得 都挺有畫面的 昨天的森美大哥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 摸不清的 是啊 有一點點摸不清 森美大哥是怎樣的呢 他會不會做瘋狂事呢 那什麼應該比較容易看的 對啊 有不了